顺丰小队长权力这么大吗 平时就对组员吃打卡要 而且要求组员请他吃饭 稍有不从呢 就给你派破单 甚至让你停工 诶 据百姓关注报道说啊 西安有一位姓王的顺丰快递小哥 最近在网上发了视频 实名举报他所在小队的小队长 这个王姓的快递小哥表示说啊 自己欠了很多债 所以呢 迫于无奈才来送快递 结果没想到送快递也有贪污腐败吗 他表示说自己的小队长呢 多次对自己和队内的成员吃拿卡要 而且还让自己请他吃饭 甚至他还拿出了两个人的这个视频截图 作为证据 王姓快递小哥表示说 由于他没有满足这个队长的贪欲 结果呢 队长不单把破单派给他 在后台故意调整派单 甚至已经让他停工了 这个事是真的吗 顺丰方面迅速调查 最近给了我们一个回应 顺丰方面表示说啊 经过他们调查 说吃拿卡要和强迫他人吃饭 这个事啊 不存在 顺丰这个小队长确实和组员有这样的聊天记录 但是当事人表示说啊 这是开玩笑 然而确实顺丰经过调查表示说 这个小组之间啊 确实经常有聚餐 队长安排的原因导致队内可能形成了互相轮流请吃饭 这个风气最终导致有的这个快递小哥压力比较大 但是吃拿卡要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包括说因为没请队长吃饭 就把这个人给停工了 也不存在 停工是真的停工了 但是呢 有其他的原因 顺丰也表示说 他们一方面会严厉批评这个小队长 另一方面呢 也会积极协调 帮助这个王姓小哥顺利复工 这个事儿算是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但确实这个事儿听起来啊 挺让人触目惊心的 为什么 有些人真的手里有一点点权力 就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吗 这些事儿不用让我想起来 前一阵子的一个案子 阿里的一个基层员工啊 就是负责某个品类天猫旗舰店审批的 这么点小权力 大家都觉得他能贪污腐败吧 结果人家一年多的时间 贪了接近一个亿 所以我们说啊 贪污腐败不一定 非得在体制内存在 有很多大的民企之内啊 有一些基层员工 手里有点权力 可能也会上行下效的 有各种各样的贪腐 顺丰这次介入的很快 也迅速的把事情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其他的互联网大厂 有没有这样的基层腐败呢